Hinter journal 孝孝才三十九歲 就這樣 其實他等同在鬼門關 走了兩趟 那你有認為 自己為什麼會得主動脈玻璃嗎 最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工作壓力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有問過醫生說 為什麼我們這個血壓 會一直往上不下來 他說因為你從事新聞工作 你們新聞工作的話壓力很大 所以他跟我講說 我的外表雖然看起來 當年的話有沒有就是三十九歲 可是我的身體的狀態 已經差不多是七十多歲的樣子 這麼嚴重 對 那我不就一百二了嗎 差不多 所以他告訴我說 如果你再持續這樣下去的話 你知道很快有沒有會去 天國 那這樣子鬼門關走一回 人生體悟有沒有什麼不同 應該講我對生死其實看得很開 剛開始前面的時候 我想很多生病的人都會有個問題 就是會想很多 因為掛礙很多 開始胡思亂想什麼家人 怎麼樣子 你要怎麼樣子去妥善 去照顧到他們這樣子 那因為我一直是顧家寡人 所以我只有一個媽媽 所以我現在目前我就告訴自己一件事情 為了我母親我要把身體弄好 媽媽幾歲 我媽媽今年是八十三歲 對 一切都很好 都很好 對 他很健康 所以我怎麼樣都要把自己照顧好 所以只要有一點什麼風吹 風吹草動的話 不再鐵齒 以前那真的很鐵齒 我就覺得好像療療怎麼樣的話 我就去藥局買個藥有沒有 吞吞之後就沒事了這樣 現在的話有沒有 有什麼樣不太對勁 我就直接找醫生 直接問之後什麼狀況 沒有 我很久沒有喝酒 以前抽菸嗎 現在還抽啊 胃 這個是我的醫生到目前為止 沒有辦法能夠 這個洪醫師那個偉大 明天收視率最高的 沒有 因為我已經把 因為那個是我的 我跟你講這個是不好的 那是我唯一的壞事 我沒有其他的 你現在一天抽多少 七根吧 差不多七根啦 七根 飯後 也不見得就無聊的時候就抽 無聊就抽一下 OK 有寫醫書嗎 有 我其實 都寫好了 對 包括我的前女友們 有沒有 我都寫好了 前女友們 你給你幹嘛寫醫書 沒有 有些對我還不錯的 到現在目前還有聯絡的 我總得要把一些事情 交代給他嘛 錢要交給他們啊 錢當然不會交給他們 對於是錢的話 怎麼可能會把錢交給他們 不喝酒了 但還抽一點菸 對 睡眠呢 睡眠的話是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個工作 長期以來一直有個睡眠 狀況很差的那個問題 所以我現在目前是在求助於 中醫跟那個西醫的 這個相附的一些幫忙這樣 有啊 這個 郭醫師就在這裡 中醫 你對他有什麼建議嗎 其實我們在門診裡面 真的很常遇到這一種 菸酒不離生 我們都稱之為 他們是中醫門診的菸酒生 也有些患者都要跟我們說 醫師啊 我血中的尼穀丁濃度 如果降低我就渾身不舒服 我到底可不可以抽菸啊 我們還是會跟他說少抽 有些人甚至說 我血中的酒精濃度降低 我血壓就偏高 我說你可以品酒 不要酗酒 因為你跟一個患者 所以為什麼喝酒 夠喝了嗎 有的患者會跟我說醫師 我們出去外面量個血壓 就是抽菸 那其實你把他這些嗜好 不良的嗜好 戒除之後 他覺得他生活沒有什麼意義 我們只能跟他說少抽 然後少喝 但是你一定要監控你的血壓 就像剛剛洪醫師說的 很多患者你只要把他的血壓控制好 其他很多疾病就沒有了 是 特別是在門診裡面 非常有鐵齒的男性患者 我們一定會告誡他的太太 是 OK 那這個韋玲今天來 這個韋玲其實還 才三十幾歲而已 那可是你身邊有一些男生朋友 已經出狀況了 身體 對 對 其實我平常我在打雨球 然後我有一個球友 他也是每一週都固定運動 然後那天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他就說醫生建議他 可能要裝心臟指甲 然後我說這麼年輕 他大概也是六十八年次 他說怎麼會有這個狀況 結果他好像 他其實身體狀況是 他還是退伍軍人 所以他的身體一直 體能狀況都是 還不錯 都是非常好的 對 然後他是有一天運動的時候 發現他胸口會痛 對 然後就持續這樣子的情況 他就開始覺得有點不太對勁 然後他就開始去做 各個科科的檢查 從胸腔一直到檢查心臟科 才發現說他的心臟機能 好像比一般人還要弱 但是因為他年紀有點年輕 所以他醫生現在還正在評估說 到底要不要幫你裝支架 這麼早就裝支架了 對 他塞住多少 我其實不知道他塞住多少 對 只是說他現在年紀 就比較輕 然後所以醫生想說 那是要裝還是不要裝 所以還是在繼續的追蹤當中 但是他平常的作息跟 是規律的 然後也是有在運動 身體其實看起來就是 規律喔 規律 有運動喔 對 都是很好的狀況這樣子 其實我一個朋友 也是跟你很像 我覺得大家真的是 不要想說我不抽菸 不喝酒就沒事 他也是一個男生 然後他是大概五十二歲左右 然後呢 是我們同業 他是某一個電視台攝影記者 平常因為就 因為我跟他滿熟的嘛 我就知道他身材啊 樣貌啊 就是他平常也是保持得滿好的 然後有運動習慣喔 打雨球 就是那種還滿 體力滿好的 然後他也 規律師規律 四十七 四十七 不抽菸不喝酒 可是他說他大概從 前年底的時候 開始覺得不舒服 那他的不舒服他說是 胸悶 呼吸不順 甚至會讓他覺得說 他的心跳快到 讓他自己都聽得到 心跳的聲音 感覺快跳出來那樣子 然後而且他也影響到 他的睡眠狀況 那他自己講 他說其實他 很長一段時間是知道 因為公司有提供員工健檢 他是知道他的血壓偏高 他說有時候量出來 大概一百五 一百六 可是他都沒有去處理 然後他自己也知道說 媽媽有高血壓 可是因為可能大部分人 沒有這方面的概念 也覺得我沒有不舒服啊 我還可以運動啊 打球啊什麼的 所以他也覺得沒有很在意 根本沒有去了解 結果呢 後來到這個症狀出來 好長一段時間 他說他到處看醫生 也都找不到原因 從胸腔科一樣 胸腔因為不舒服嘛 所以胸腔科 後來看看 看到連身心科都去了 因為他說他會有喘不過氣 他有兩次在外面的時候 突然間覺得自己喘不過氣這樣 吸不到空氣 對 吸不到空氣 那就很像恐慌症 所以他去看了身心科 但是最後呢 因為他一直覺得說 好像這個問題 也沒有被完全地解決 因為身心科 只有給他睡眠的藥嘛 那幫助他睡眠這樣子 所以最後最後終於找到了 去心臟科看 發現他的有一支大的血管 已經塞了六十趴 可是你沒有檢查 你都不知道 是 那當然他是BODEM LINE 因為就是在那個 要不要裝支架的這個邊緣 所以他現在是持續地一直在追蹤 因為後來他自己 就是跟醫生討論說 醫生覺得說 要不然你用藥物控制 一段時間看看 好 然後呢 你可能每三個月 每三個月他就一定要去回診 這樣子 然後他現在都不敢怠慢 就是一定要好好的 就是控制他的血壓 然後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 因為跟孝辰哥一樣 就是我們新聞工作 都是比較壓力比較大 所以他也因為這個考量 就跟公司說 那我留置停薪一段時間 對 因為確實就是身體 他就覺得很 就是打擊也滿大的 就是說生一場病 其實有時候你很難想像說 五十幾歲就有這個狀況 其實我覺得新聞界 應該要有一個加急 叫做壓力加急 今天主動來催生 壓力太大了 對 那請教一下這個郭醫師 男朋友怎麼都覺得 表情都很舒服 對 其實美國他有一個統計 在十八歲的時候 男女性就醫的這種機率 差不多 對 但是十八到四十四歲中間 就醫的頻率 女性高於男性 意思是說男人沒要就醫 可能嚇誰 就像我們跟那個蕭辰大哥一樣 我這麼強壯 男生怎麼可以 怎麼會有問題 怎麼有呢 結果到了從四十四歲之後 好像男性就醫的機率 慢慢地增加 但是還是遠低於女性 但是有一個比較有趣的特色 就是從六十四歲開始到七十五歲 這期間男性就醫的距離 慢慢地逼近女性 可是七十五歲過後 男生就醫的距離 比女性來得高 所以他檢測裡面有發現說 男性雖然平常不看病 但是他只要一看病起來 急診就醫機率 住院機率 甚至住院的花費 遠遠勝過於女性 幾次你有沒有看過男人 男人在拼酒 有 你覺得拼酒 有你好像拼小命的感覺 有 我們以前去大陸 參訪的時候 對方好像要想要把台灣撲滅一樣 對 遇到台灣的說 喝酒 而且他們都要乾杯 他們不喝紅酒 他們喝白酒 對 對 老實說 你要當我那個研究生 白酒就是什麼茅台之類的 對 那我們就派出了學校 派出了學校有三個提寶生 跟我們去 很會喝酒 全部我把他們幹掉 結果這三個提寶生 回台灣的那一天 是坐輪椅回來 為什麼 腎臟結石發炎 拼酒拼過度 有 有 體育保 提寶生 保送的學生就對了 表示他體能已經很好了 從此那個學校 對我們都非常的尊敬 校長 你要看過人拼酒 有啊 我常常都會碰到這種情況 我覺得台灣人喝酒 文化其實很糟糕 就是他自己要把自己灌醉 他也要把你弄 最好是別人全部都倒了 很奇怪啊 對啊 他就有一種很奇怪的病態心理 他就是在拼酒的時候 然後他會喝啦 這樣子 然後你要是稍微還啄一下 他會講 我打了 對 你沒打不可以 你不給他面子喔 才是我欠他的那種感覺這樣 我現在就是講 而且是威士忌喔 對 很奇怪 都是這個樣子 然後像我上個禮拜去台中的時候 也是有一個 好 你再故事等一下來說 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